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从四得 故此面向理论一直无法摆上排面 如今女性地位已然发生翻天覆地之变化 今天大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客妻男人的典型面向特征 恋爱尚可得过且过 婚姻上一定要宁缺勿滥 聪明的你可别看走眼了 一 颧骨高耸过于尖锐 面部上能够展现出一个人性格特点的特征有很多 其中 颧骨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一般来说 如果颧骨高耸的话 说明男性的性格会比较刻薄尖锐 缺乏温柔以及广阔的胸怀 相学中将锐利的颧骨视为小人之相 当男人的颧骨看起来过于高耸尖锐的话 说明他们无法在恋爱中包容自己的爱人 即使在结婚之后 也往往会出现苛刻恶劣的一面 无法承担作为丈夫的责任 二 尖门内凹 鱼尾文明显 眼角后方的鱼尾文 除了代表着其人的年龄较大之外 也能够体现出 宁主对待爱情的态度不是很好 此外 鱼尾文所处的位置较为靠近尖门 也就是夫妻宫 故而当男性在很年轻的时候长有鱼尾文 同时 尖门位置过于内凹的话 说明他们的婚姻运势不是很好 不像普通人在结婚之后能够迎来幸福与快乐 这类男性一旦结婚 那么个人的工作 健康 以及财富收入 都会逐渐走下坡路 并且还连累自己的爱人 算是运势客期的面向特征之一 三 头发与眉毛枯黄杂乱 虽说 头发和眉毛这些面部上的毛发 并不能够直观地展现出一个人的运势好坏 但如果男性的头发 眉毛 发质糟糕 且过于杂乱无章的话 说明其人没有好的身体 而且性格也比较散漫 工作缺乏条理 是一个缺少原则的人 这类人是很难在结婚之后 给爱人带来幸福的 他们不仅会因为身体原因拖累爱人 也无法为家庭带来好的财富收入 所以说 也是相学中较为常见的一种 男性客夫面相 值得一提的是 平时不爱打理头发 不注意形象的男士 绝对不是一个绅士 四 夫妻宫身陷 面相上的夫妻宫 位于眼尾的两侧 无论男女 但凡此处平满者 皆可得闲内助 而男人此处凹陷者 与妻缘浅难长久 像书上说 尖门低陷 常做新郎 意指这种面相的男人 很难从一而终 在婚姻的过程中 给女方带来莫大的心理伤害 五 山根有横纹 鼻梁山根处 有横纹主 房妻 客妻 像书说 一纹为一婚 竹笋一妻 三皱为三婚 竹笋三妻 男人有此面相 本身就属于 因缘难觅之人 即使与人结婚 也有行客之苦 六 面大而鼻小 书曰 面大鼻戏 终身艰心 此面相的男人 财运低迷 与这种面相的男人结合 女人会活得异常辛苦 而且鼻小的男人 也多为尖酸刻薄之人 与他们一起生活 不仅物质生活难以满足 精神上 亦会受到极大的伤害 七 重眉压眼 眉为情缘工 一个人的性情如何 看他的眉毛就知道了 眉粗而长 且有压眼之嫌的男人 面相属于暴脾气的人 在恋爱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竭力克制 但一旦生米煮成熟饭 他们的秉性就暴露无疑 稍有不顺心的地方 动辄就拳脚相加 这种男人 纵使再有钱财 也不能嫁 八 眉稀 眉毛稀疏 是对五官来说 一个人的眉毛稀疏 夜市仪 横纵很不好的现象 而且如果一个男人的眉毛稀疏 代表着这个人很绝情 做事不会看人来脸色 而且是一个直男 一旦有了什么小脾气 就会让别人付出更多的代价 这种人很不好 会影响到自己的运势 也会影响到家庭的运势 到最后会弄得妻离子散 嫁破人亡 九 鼻梁有疤痕 鼻梁是鼻子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鼻梁如有疤痕 说明这个疤痕是一道坎 很可能会过不去 而且大多数人都是被阻拦在这个地方 而且鼻子在面向中还有克星的意思 一个男人鼻子上有疤痕 很可能就是克期导致的 这种人的妻子身体不好 会影响到人的事业 家庭状态 所以这种男人一定不要嫁 不然后悔都来不及 婚姻很不顺 十 地格短小 地格是一个人的下巴 之所以俗称地格 就是一个人的财运在这个位置 能够看出此人的运势状况 能够反映此人的生活状态 一般下巴比较短小的人运势都不会很好 而且如果是男人还会有很不好的情况 对自己对家庭都是很不好 而且这种男人为人不好 心性比较乱 容易发怒气脾气 有时候还会家暴 很容易伤财伤人 得不偿失 十一 类堂干枯凹陷 类堂在面相中代表的是子女功 若是男人的类堂干枯凹陷 有深眼窝 则这样的男人子嗣后代凋零 常年就没有清闲的时候 为了子孙操劳一辈子 命中克子 而且有此面相的男人 也会拖累自己的伴侣 自己也没有太大的本事 全是靠自己的妻子养活 日后也难想儿孙福 是克妻又克子 十二 人中歪曲 人中在面相中是生殖器官的外翘 代表着一个人的生殖能力大小等 若是人中歪曲或是长有恶志 则这样的男人扶薄命前 身体体质较差 在家中总是拖累自己的妻子 养活自己 没有正经的工作 常年在外面振花惹草 做出对不起自己伴侣的事情 而且人中长得不好的男人 子嗣浅薄 晚年更是居无定所 与自己的孩子相处也不好 十三 山根长黑枝 山根就是指两眼之间 鼻梁处的位置 上连印堂 下连鼻宫 代表的是男人的事业与财运等 若是在此处长有黑枝 则这样的男人事业受阻 经历的困难也会比较多 贫贱夫妻百事哀 更是矛盾不断 很难有幸福稳定的生活 日后若是与这样的男人结婚 不但受穷 还得受气 十四 眉头紧锁 在面相中 若是男人的眉头紧锁 总是一副苦瓜脸 凡是有什么事情都表现出来 这样的男人 天生就窝囊没出息 遇到苦难就会往后缩 生怕会伤害自己 与这样的男人结婚 在外被人欺负 也不敢抬头 很难有大的成就 一辈子过得辛苦窝囊 什么事情都指望不上他们 十五 眼睛无神 眼神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智慧与能力 若是双眼无神 或是两眼浑浊 则这样的男人多半做事没有主见 常常容易受到他人的威胁 或者事业受挫 很难有好的发展机会 一辈子没有大的出息 日子过得艰辛 但是对身边的人 总是非常的刻薄无礼 只能让别人顺从他 否则就会对身边的人冷言冷语 在外吃亏 回家耍横 典型的渣男 所以这样的男人离得越远越好 十六 印堂狭隘 印堂位于两眉之间 鼻子上方的位置 在相学中被称为命宫 属于面相十二宫 象征着一个人的心胸气魄 运势吉凶 性格特征等 印堂狭窄的男人 大多性格狭隘 爱占小便宜 凡事斤斤计较 不肯吃亏 自私自利 经常因为这种性格招惹灾祸 结婚后 对待双方的感情很冷淡 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 出卖自己的妻子 薄情寡义 令人厌恶 当然 相不独论 貌不单凭 毕竟命理中还有很多决定性因素 信命而不由命 知命而善用命 顺势改命才是解决之道 而不是觉得男人有了客戚面相 就推倒自己的爱情婚姻 这样也是不对的 婚姻中的双方应该互相勉励 相亲相爱 才能建立美满的家庭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让情感懵懂的女人们 避免受伤 简此而已 希望大家 老话常说 男怕入错行 女怕卡锁郎 对于女人来说 嫁对了人 婚姻是殿堂 如果嫁错了人 婚姻就是坟墓 女人都渴望嫁一个爱自己的人 结婚后过上幸福的生活 时刻搜寻着身边的优秀男人 什么样的男人才是靠得住的男人呢 有的人说 男人的好坏并不写在脸上 其实很多时候 男人的面相往往显示着 一个人的个性 心思 运势等等 下面就跟着大脑一起来看看 面相上靠得住的男人吧 要是遇到了 可千万不要错过 一 下巴比较丰满的男人 如果男人下巴比较丰满的话 这种男人一般性情温和 非常的平易近人 做事沉稳 并且回人正直 有着非常强的业力 做事比较坚持 在生活中非常的有情有益 所以人缘非常的好 对家庭非常的有责任性 对老婆比较的体贴和疼爱 不仅在事业上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 经济条件很不错 在处理家庭关系时也非常的有智慧 不会与老婆计较太多 是非常适合做老公的绝佳人选 二 两拳风龙的男人 两拳风龙有肉的男人 一般为人非常的光明磊落 做事干脸 有胆识就能定 为人非常的爽快 做事很有魄力 懂得变通 有着独当一面的领导力 并且比较得沉得住气 国人非常的有阵性 能兼职 所以在事业上往往能够取得不错的场景 赚钱能力非常强 然而这种人在生活却非常的细心 对得老婆非常的温柔 这种男人很值得托付终身 三 脸像方正的男人 这里说的脸像方正 不是说脸型一定是要方方正正的国子脸 只是说颧骨额头和下膀 不会过分的奸突 这种脸型以圆脸和国子脸为主 这种面相的人一般性格非常的温厚 思想比较的成熟 做事非常稳重 心胸宽广 为人非常大度 能够成就一番事业 同时这种人也非常的懂得生活 也非常的有情调 对外爱人非常的体贴 家里家外都能够打理的紧紧有条 嫁给这种男人会非常的有福气 四 鼻子高铁的男人 鼻子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品 鼻梁高铁的男人一般非常的有自信 也很有正义感 对家庭也有着很强的责任感 只有男人有着很强的分析能力和决策力 并且做事非常的踏实 为了给家人一个好的生活 工作非常的努力 能够奋斗出一个非常好的事业 财运非常出色 家庭和亲人在他们心中的位置非常重 宁可自己吃果 也要避苦全家人 如果遇到这种男人一定不要错过 五 眉毛归归上扬的男人 眉毛上扬且比较浓密 形状就像是两把剑一样 也被人们称为剑眉 男人有着这样的面向特征 那么就是比较好的 这种类型的男人做事比较的果断 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想法 是非常有魄力的 剑眉的男人有着很强的责任心 无论做什么事都是非常用心的 给人一种非常稳重的感觉 所以他们在事业中通常都能够有着不错的表现 一生中的命运都是比较顺利的 是位很不错的男人 六 养腮丰满的男人 在男人的面向中 腮部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也是人们经常会忽略的 如果男人的养腮单薄无重 而且是比较尖的 那么暗示着他们做事是非常没有原则的 喜欢谈小便宜 他们是典型的 能共享福 但是不能共患难的一类 女人如果是嫁到了这样的男人 那就非常不好咯 但如果是男人的两腮是比较丰满有肉 但是向外凸起的 这种面向的男人就是运势比较好的 做事有恒心 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功 七 嘴巴较大 嘴唇丰满的男人 嘴唇是一个人的财不公 能够看出一个人的财运 事业 做事的风格的 一般 嘴唇比较丰厚的人 说明他们的情感心理 做事有风格 而且很有感染力 形式风格很滋亚 而且做人做事都很成功 能够很好的走向重点 在事业上能够很好的做事 而且有责任心 做事有耐心 能够很好的用自己的能力 而且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 保养力很强 是重望所归 八 耳朵肥厚的男人 老话常说 耳大有福 耳朵在面相学中代表了一个人的福气 虽然耳朵肥厚 与耳朵大本质上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整体上来看的话 这样的面相本身的差距并不大 因为耳朵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部位 因此 如果这个部位看上去比较肥厚的话 其实其体积本身也是已经因此而变得比较大的了 属于耳朵大的类型 耳朵肥大厚实的男人 也是很不错的面相 是福相 有此面相的男人精明能干 为人诚实 又具有经商头脑 代表说在失业或者是工作上都能够有所成就 很会赚钱 这种面相的男人对家庭还十分的重视 结婚以后对老婆很关心 很会照顾 即使工事再多 也会抽出时间来陪自己的老婆 九 眼大有神的男人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所以可以透过一个人的眼睛 看出此人的心思 桃花眼褶 眼长 眼尾对腕 眼睛水旺旺的 四周略带红月 眼睛四若桃花 睫毛长 眼尾摔下上翘 同人常往上面做鞋子 黑白并不分明 眼神似醉非醉 令人有点朦胧而奇妙的感觉 往往异性缘比较旺 桃花独走开 这类人对待感情往往不能专心 容易被外面的花花世界迷惑 而眼大有神的男人则完全不同 眼睛荡有神的男人比较的不拘小节 他们给人一种大将风范的感觉 对于小节不是特别的在意 即使是别人不小心触碰到了他们的痛楚 他们也会选择原谅 而不是抓了一件事情不愿放弃 他们觉得神要求凡凡 学会得了人处且饶人 你给别人温暖 别人也会温暖你 要不拘一格 这样的男人做事一般都比较的随性 遵从自己的内心 一般在感情上不会太注重形式 而是想着一心一意对女方好 是不可多得的好男人 你遇到了不要错过 十 眉毛浓厚的男人 老话常说 夫男子以眉为望 若眉雨稀疏 恐大事难成也 一般来说 从我们身上的印象当中 男人往往是眉毛浓厚 会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事实也证明 往往就是眉毛浓厚的人 能够成就大事 眉毛又浓又厚的男人 也是属于好面相 他们有主见和魄力 有影有谋 做事干净利落 而且还特别重感情 不管是友情还是亲戚 都看得很重要 每当在困难关头 总是会有贵人相助 他们也可以说是 有福气的男人之一咯 这些男人一般都是可以 给老婆安全感的 他们不会在外面花心 眼里心里都只有自己的老婆 即使事业做得再大 也是如此 所以遇到这样的男人 就不要就遇了 十一 鼻梁高耸的男人 鼻子是我们的五官之一 我们每个人的鼻子 都有着不同的形状 有些人的鼻子比较铁 有些人的鼻子则比较塌 而在面相当中 鼻子属于是财不公 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好坏 如果是一个人的鼻梁很高 且富有肉感的话 则这个男人不仅看上去很帅 而且将来还会很有钱 因为这样的鼻像 一向有旺财之计 如果一个男人的鼻梁是高挺的 而且是风容饱满的 那说明了这个男人的财运是很不错的 也有着很不错的运势 自尊心也是很强的 对各个方面都是很负责任 有着很强的责任心 眼光也是很高的 做什么事情都会考虑到很多方面 鼻梁高的男人 不会和妻子轻而易举的产生争吵 就算是两个人意见不合的时候 也会征求对方的意见 不会只考虑自己 也不是那种不重感情的人 这种人能够看懂对方的心思 和任何人相处 都会让对方感受到舒适 有能力闯出自己的天地 若是一个男人的鼻笑 或者是脸部有瑕疵的话 便应该提醒自己多加注意 努力改善弱点 扭转运势 改变命运 若是自认相貌不佳 便自暴自欺的话 那么成功的可能性 也会比较小 鼻笑不好的人 年少时期多加努力 方有可能在中年时期度过难关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